又500只 你确定是我家的 这什么情况 是是是 我说你分了吗 今天可值得庆祝了 而是三门都90多分呢 把我闭口成绩下来了 是吧我看 体育满分 与数学上课闷闷90多分 我不是怕500只你吃的腻吗 我那是吃了500只小龙虾吗 我那是体验生活 体验生活 我有办法了 就用这500只小龙虾做出 酸甜苦辣的味道 不就能让它深刻体会到 生活的味道了吗 先把这500只 彻底清醒干净 这冰水里就活了 快点处理 他们挂了 可就不能吃了 首先来个酸口 第一个100只只需要虾肉 但是这虾黄可是好东西 最虾线就是掐尾巴中间那片 一般一扯就出来 就剪开再会好吧 穿过水两分钟捞出来 赶紧扔到冰水里 这样肉质还是很Q弹的 冰个十分钟 再给这100只扒壳 倒也不费事 手有点酸而已 这壳比肉多多了 说酸口 首先我就想到了开始牛虾 而且这小子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居然居然能吃辣 这道他的配量是灵魂 多种食材的叠加 再用调味的黄金比例调和 抓均匀放米香烟几个小时 那味道酸爽绝美 现在开始做甜 这次要处理200只 因为后面的苦要用到100只 好在这次只是要抽个虾线 再统一张个十分钟 那真就了肉质就松了 这个时间我得赶紧煮个冰糖化煤水 煮开再放点香料 再煮十分钟 那正好的虾也得赶紧洗个凉水澡 虾肉才可以谈嘛 凉凉的化煤水 加冰好的红茶 浇到冰果的虾里 再腌几个小时 就是甜口的做法了 苦的话只能小到苦瓜呀 大夏天的吃点苦瓜也是极好的 抽个水也就不那么苦了 再用牛蒙雪碧糖增个味 就像生活一样 苦中带甜了 最后再把这小龙虾泡到碧绿的池塘里 也浸泡会儿 辣就得用它了 你灵机送的铁锅 来朝着第四个100只 香热小龙虾 那是不能缺席的 我的秘方是先过个油 这个做法就不能提前去虾线了 炸完再重新炒油 冲加蒜饱香 家里没直接的料包了 那火锅底料加皮线辣酱 味道也是一样的 炒香再把小龙虾整个丢进去 再调个味儿 独亏着铁锅 它的一锅炒这么多 哇塞 香味已经飘满屋了 最后盖盖焖个20分钟 丢点配菜也就齐活了 最后100只炒了一锅蒜蓉的 让它知道生活还有一种咸 拿着酸 甜 苦 辣 咸 就终于全部做好了 这着实费了我一番心思和功夫 但儿子整个小学阶段的酸甜苦辣 我陪他一起成长 现阶段总算是胜利了 值得庆祝 这么超过的吗 这么多 500只全都搞定了啊 我跟你说 虽然说你这次表现不错 但是你肯定不能骄傲啊 这都什么口味啊 我今天做的这个主题厉害了 酸甜苦辣 酸甜苦就算了 这都好啊 这说明生活的 鲜苦后甜 而且夏天吃这个 还用去火呢 辣 我也喜欢 然后这个是甜 甜咸 我告诉你们吃下手技巧啊 这个地方精华 你要是香辣的还有甜的 那吃鲜给我扒好就好啊 哦 累死我了 接下来就是 干犯人 干犯魂 干犯人 吃饭 得用盆 班主任给我发信息了 把成绩给我翻过来了 二十七 我感到你 今晚 responds